現在開始畫面 這一台皮卡在進行甩尾 它竟然是電動車 你要知道這是電動皮卡 這叫Rivina 是美國一個新創公司 目前公司估值已經276億美金 非常非常值錢 他們推出這個叫做電動皮卡 你看它可以在雪中甩尾 非常非常難為什麼 因為它是電池 它是零下負40度 零下負40度電池是不WALK的 對喔 它是這樣子 因為電動皮卡 跟所謂的電動車是不一樣的 電動車是我們文明人在開的 我們在高速公路上開得舒服 可是皮卡 你要能夠上升可以下海 要上升下海 然後要極端區可以用對不對 你知道嗎 它為了要克服這個電動皮卡 可以在雪地中像這樣子喔 甩尾形式 它特別弄了一個加熱系統 幫它電池加熱 它弄了一部分小電的 就幫它電池 電池一直都等於 保持溫度 吹暖氣的感覺 保持溫度 所以你看它除了可以在這種 雪地加速甩尾之上 你看它在沙地上也可以 你看這就是極端區 就是極熱跟極冷對不對 然後你看它在極端區測試 0百加速是3秒鐘 什麼概念呢 我這樣講 你0百加速買到7秒鐘以內 就算是好車 0百加速是4秒鐘以內 叫做超級跑車 你超跑等級才有3秒多的 這個皮卡可以0百加速3秒多 3秒鐘內 這就是電動車的優勢 一瞬間就有最大馬力輸出 所以你看它在原地 這個甩尾回轉的動作 你很難想像它是電動車 過去我們都覺得電動車的馬力 你不會有太大的那個 對它的power很強耶 它是可以你看 直接在原地就甩尾 表示喔 它順時的功率輸出是很大的 它順時馬力很大 才可以搞成這樣子 甚至喔 因為是電動車對不對 它晚上還可以兼發電 你看它晚上兼發電 它可以兼露營車 你看我們看到露營車的畫面喔 它晚上你露營的時候 日本人買也可以啊 你單身露營的時候 你自己就可以夠了 你看它這晚上 它可以發電啊 可以煮東西等等 因為電動車本來電池的容量 就極大極大吧 跟汽油車的電池容量完全不一樣 所以喔它當露營車也非常非常好用 所以也因為喔 你的電動皮卡上市喔 這個Rivina的公司估值喔 兩百七十六億美金 大概七八千億台幣左右 然後呢 現在即將要上市 一上市可能會變成 今年最大的IP 所以現在所有跟電動車 有關全部都拼了 全部 然後呢現在看到什麼 電動汗馬車啊 我們看到這個電動汗馬車 那電動汗馬車 你看這個汗馬車有多厲害 一千匹馬力啊 什麼概念 觀眾朋友你大概知道 一般車子是一萬塊壞一匹馬力 所以說你大概買個兩百匹馬力的車 大概花兩百萬 是嗎 那差不多一萬塊一匹馬力 當然越高 那個越不直線 可是喔正常來說 你買到一千匹馬力喔 你大概沒有個一千萬到一千五百萬的車子 你絕對買不到 這台車賣你多少錢 三百二十三萬 便宜的鑰匙一千匹馬力 然後你看它 它除了之外它自動駕駛功能 你看完全都有 而且你看那自動駕駛 很清楚是Level 3的自動駕駛 Level 2的概念是 你手要放在方向盤上 Level 3是你可以手離開 但是你眼睛要盯著道路 你看它這Level 3的自動駕駛你看 這太誇張了吧 它這種道路都要自動駕駛 看馬車然後呢 你看它遇到這種道路的時候 它還可以做所謂的氣壓懸吊 你看它輪子 提高提高提高 然後呢它就過去了 最厲害的是下一個觀眾朋友 眼睛不要動 你看它下一個可以做什麼 螃蟹痕移 什麼叫螃蟹痕移 你看遇到這個路 路的時候開不過去怎麼辦呢 他說他們開發一個螃蟹痕移的功能 你看它輪胎先轉向 然後你看它車子喔 它空派頭是什麼 橫的位移耶 橫的位移耶 然後就過去了 這叫做螃蟹痕移 這也是因為來自於它電動車 因為有各自的市區把它 它不用像傳統車子這樣 而且它沒有船動走 它沒有船動走 它的輪胎更靈活 對 沒有船動走 所以它輪胎可以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所以更可以克服各式各樣的困難的路面 那這個東西呢 一千匹馬力賣你三百二十三萬 你問你買不買 當然買嘛 藍寶捷你的休旅車 六百五十匹馬力就賣你一千萬了 現在一千匹馬力才賣你三百多萬 是這樣算的 當然是這樣算 一匹馬力一萬多塊 這就是基本盤 結果你看電動車就這樣 所以現在電動車已經席卷整個世界 超乎我們想像 除了我們一般的電動轎車之外 電動皮卡 電動所謂的汗馬車 電動機不車全部都有 甚至還有什麼電動的啟動機 現在你看到啟動機都是電動的 所以說你看電動啟動機的畫面 我們看到它的功率方面 跟一般啟動機完全一模一樣 也克服了那種所謂電動車 高功率不足的問題 電動啟動機也來 所以未來真的是電動的時代 而不是實用 不是 你如果這樣看的話 本來以為說 我們今天看到電動車是轎跑車 現在不帶有轎跑車 不帶有皮卡 連這種工程車都有了 工程車最主要是什麼 一樣瞬間馬力輸出要夠大 對不對 電動車常常被為人購變 說你的馬力或是你瞬間輸出 沒有那麼厲害 可是問題是你看 我們現在看到 現在全球首輛的電動的起重機 都出來 如果可以做到起重機的話 那很清楚 未來不只石油 不只9557有沒有 連柴油的市場也沒有了 所以柴油市場也沒有的話 那抱歉 所有石油市場都要萎縮 所以大家都以為這個電動車 只會只有轎車部分 抱歉它是完全取代 我們現在所有車輛連起重機 甚至連未來挖土機什麼 可能全部電動化 如果全部電動化的時候 石油真的完全不值錢 好 會員 現在剛剛講到的 現在全世界因為這個電動車 自駕車的風潮 現在有一個電池大戰了 為什麼說電池大戰會變成 是一個大家主名的焦點 因為我們知道在能源 還是石油的時候 全世界最大的產油 頂多20%是在中東這邊 但是你要知道 這樣以如果是電動車的電池來講 全世界主要產能是集中在中國 是嗎 所以這是為什麼 為什麼美國或者是歐盟國家 現在看這個議題 會覺得非常非常嚴重 而在你知道 在鋰電池這個部分 特斯拉他們希望把那個價格 給降下來 最重要關鍵 就在鋰電池的一個電池的價格 在2010年到2018年 鋰電池的價格降了85% 平均每千瓦時來到176美元 但現在還不夠 他們預估到2024到2024年左右 這個價格會再降46% 每千瓦時來到94美元 而在這種情況之下 對於鋰電池的需求 就會越來越大 而這個鋰電池的需求 越來越大情況之下 會變成什麼 全世界都在搶鋰電池這邊的 相關的一個投資 那我們知道 這樣以美國來講 美國的主要鋰的進口 主要來自三個國家 那三個國家 93%來自阿根廷跟智利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個美國這邊 不可以缺少這個部分 相關的投資 所以他們積極在希望 在2030年的時候 可以把美國的理產能 提高到12倍左右 因此他們美國 包括內華達州 跟俄亥俄 現在都在進行相關的投資 那在特斯拉這個部分 最重要一個是 他原本希望可以去收購 他的一個內華達州的 一個鋰電池廠 但他現在已經改變 不想要他想 決定想要採 採行一個自行開採一個計畫 而自行開採一個計畫 最重要的關鍵就是 他現在的一個提煉方式 已經跟以前那種 需量大量水會大量破壞 他的一個能源的這個箱 已經完全不一樣 他變成是另外一種 由那個濾化納這個部分 來提煉出來 因此那個特斯拉他說 如果他現在希望實現 他2.5萬美金的一個低成本的 一個電動車的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他已經取得內華達州 廣達4046.8萬平方公尺的 一個相關的一個礦區 他在內華達來採離礦了 對 而且他在用這個礦區 他可以採用全新的技術 使用濾化納 而使用濾化納的一個好處 就是在於他這個 湊用一個相關的地下水 在水弄出來之後 他可以再排回去 不會有其他一個化學藥劑 或其他的化學相關的一個污染物 所以對於整個環境環保來講 是非常好的 另外一個就是他現在有別於 就是Model S18650的一個相關的鋰電池 他現在你看那個所採用新的這個鋰電池 是叫做一個餅乾罐 一個這個鋰電池看起來其實是 鋰電池只是現有的一個電池的 大概兩倍大 但他所以採用的單元體積提升到四倍 而這個餅乾罐的這個電池的一個好處 就是在於他的成本相對來講在小 但他續航力是提高 而提高非常高 這就是目前特斯拉的一個終極目標 現在福士海做了一個 這個電池可以直接回收 對他這個其實看起來是非常厲害 你知道他現在把電池弄碎 弄碎之後他就進行下去 下去的話變成一個回收盒 回收盒之後他又會進行金屬的一個分類 那麼現在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流程 可以把一組電池從現在回收率 比如說讓回收之後可以回收七成的原料 提升到未來可以回收到九成的原料 因為這個鋰電池都是非常珍貴 如果他回收率越高的情況之下 他未來所需要變開採的 就不像需要那麼大的一個 所以我就直接繳碎 繳碎以後會自動分類 會自動分類 他最重要其實就是在檢查完畢 電池檢查完畢之後 他就會進行放電 以確保他整個過程安全 放完電之後就會把這個鋰電池 放到這個繳碎機 然後繳碎機經過了一個繳碎的一個處置之後 本來龐大的他就會慢慢慢慢會變成一個細粒 而細粒之後他就回到那個回收槽 回收槽之後 他又會進行相關的分類 把屬於鋰的放在鋰 把屬於其他的 比如說鋰礦鋰這個部分 全部都放在其他的一個部分 這樣子他就可以進行一個存度非常高的一個回收 那這些貴金屬分離回收出來之後 他也即將成為一個新電池的一個製作的一個原料 好 那正好 剛剛講 現在全世界發展這種電動車 一個最關鍵的是 氣候變化太快了 今年有一個非常恐怖的現象是 到處都缺水 我們真的到處都缺水 你看這張表格已經寫得非常非常清楚 你看寶山水庫跟寶山二水庫 兩個都在新組對不對 寶山水庫剩23%左右的蓄水量 然後二水庫剩12% 然後再往南一點點 鯉魚潭水庫在苗栗對不對 鯉魚潭水庫剩多少呢 剩15% 再往南 德基水庫在台中對不對 剩12% 再更往南 真溫水庫在台南對不對 剩15% 所以你看一系列下來 最多最多還是寶山水庫23% 結果其他都十幾% 他們講寶山水庫從來沒有這麼低過 非常非常誇張 所以現在新竹苗栗台中 現在實施什麼 全日減壓供水 原本還只是夜間減壓供水 夜間減壓供水 是說我晚上10點 然後隔天然後6點 我水溫頭打開水會變水壓比較少 所以我洗個手 不會用那麼多水 抱歉現在要全日 簡單講你現在住桃株 苗台中 你現在打開新竹苗栗跟台中 你水溫頭打開24小時 水溫頭都只有一點點一點點水 而且我們現在為了要讓寶山水庫 或讓這些水盡可能都 我們手段都用了 現在寶山二水庫 竟然也做了所謂人工噪音 也開始做人工噪雨 結果你看這是人工噪雨畫面 結果照出來也沒做什麼東西 結果來了一咪咪的水 結果完全緩不計極 就是它雖然有水 可是完全 水很少嗎 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然後它就這樣一點點而已 然後也沒有用 好了 結果你知道很難想要 這個時候你知道水利署署長 竟然宣布什麼東西 開放竹苗 早景取水 現在是這樣子 過去是這樣 你如果真的真的非常缺水的話 是可以開放地下水使用的 那開放地下水 你沒事不會有地下水 你知道嗎 現在他是講 你在竹苗還有中部科學園區的工業區 你只要是跨在非地下水管制區 你就可以找景 找景的過程 你先跟地方政府申請 申請後 你就可以像這個畫面開始找景 找完景的人 就開始用地下水 然後用地下水 他還特別講 抗旱結束的時候 要馬上把景封起來 可是問題是 你能夠想像嗎 新竹科學園區 我們台積電的大門 找景挖水了 我們竟然開始找景取水 可是這是完全貨真價值的狀況 為什麼 因為現在減壓過水 也完全沒有用 而且現在是這樣子 所以水庫都不夠用了 所以我們現在對於台灣來說 我們都說台積電的量體 大到台灣沒辦法容量 我們過去講的是什麼 因為這個人才不夠 所以台灣沒辦法容量 抱歉 你現在地緣政治關係 你可能連缺水 都沒有辦法容量 新加坡大學的研究所 新加坡李光耀公共大學的研究所 就特別說 他說台灣 台積電為什麼吃不下是地震 缺水還有與中國太靠近 這三個原因 才會綜合讓台積電 跑去美國設廠 所以現在大家 不要真的覺得我們在台北沒有什麼缺水 感覺 缺水缺電都是問題 缺水缺電都變成一個大問題 如果台灣因為缺水缺電 讓台積電沒辦法在台灣獲得充足的 養分和發展的話 那是台灣人的不對喔 所以現在大家都要思考 如何如何如何的結水